欢迎收看今晚的华视夜间新闻 我是张慧琪 首先要带您来关注民进党籍前台北市医员蔡坤龙 去年11月喝下了当时一名无姓司机准备的萝卜汤 没有想到身体不舒服被送到急诊抽血 紧急施打解毒剂之后才检回一命 经抽血检验为变性血红素血症 我经交咬一个月后才到文局报案 并指称我找无姓司机下午 蔡坤龙当时也在脸书po出自己被送医的画面 无姓司机还变称午餐是在桃园买的 想说桃园开回台北不会很远 至于再拿买也忘了 甚至一度说是秘书端进去的汤 似乎想要谢责 摄令地检署也依伤害罪将无姓司机起诉 哈喽我是张慧琪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社新闻YouTube频道